第1301章走不掉了 结果陆夜没从这灵州上察觉到任何活物的气息 讲来也是 灵州明显经历过一场残酷的拼杀 灵州本身都破损成这样了 哪还会有什么修饰残留 肯定是要么死了 要么逃了 至到如今 陆夜也无法确定眼前所见的灵州到底是不是风如墨指点的机缘所在了 这灵州不知从星空何处飘来 又不知会飘向何方 在陆夜遇到他之前 必然已经经历了很漫长岁月的流浪 如此来说 必然也曾有其他的修饰遇到过此周 周上若真有什么好东西 也不可能等到自己来搜索 陆夜笃定 这大概率就是一艘没有什么价值的破烂战船 一时有些索然无味 不过即使遇到了 总该探索一番的 再次绕着灵州飞了几圈 神念疏忽交叉探索 没有任何异常的发现 陆夜这才停下身形 明炼初分身 哪怕可以断定这灵州上没什么风险 但该有的小心还是要有的 修饰闯荡星空 不够小心的话 早晚要倒霉 很快 剑修分身就出现在陆夜身边 给分身穿戴好衣物 这次确实没有配备剑弧 毕竟只是去查探 应该用不到剑弧 青年移动 分身便朝灵州上落去 踏足甲板之上 只见四处都是大战之后残留的痕迹 还有一些斑驳的血迹 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空隆 足有上百个之多 一番搜索 没在这破烂的甲板上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甚至说整个甲板都是空无一物 分身便朝船舱内部行去 片刻后一直留在外面境界的本尊也掠上灵州 与分身一起探索起来 正如陆夜之前所想 这灵州上并没有什么危险 如此他倒是可以确定一件事 这并非风如墨之前指点的机缘所在 自己遇到这破烂的灵州也只是巧合 分身从第三层的船舱开始往下搜索 本尊则从最下面的船舱往上搜索 如此也能加快效率 一间间屋子查探 搅拌日后 分身本尊会合一处 陆夜随手收了分身 白忙活一场 这就是一艘破烂而已 灵州之上根本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甚至就连这破烂本身 都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想想也是 如果他真的还有一丁点的价值 只怕早就被发现他的修饰带走了 又岂会放任他在星空中漂泊 陆夜便要离去 然而才刚略起身形 亦便凸起 浓郁的大雾忽然凭空生出 那雾气笼罩之下 目不能是 神念不可穿 陆夜一惊 当即拔出了盘山刀 神风灵闻加持 一身凌厉暗暗涌动 蓄势待发 他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了 之前查探的时候明明没从灵中上发现任何异常的东西 可偏偏在自己即将离开的时候生出了这样的变故 这明显不太正常 身形急速朝上冲去 但诡异的是 身旁萦绕依然是那浓郁的雾气 始终无法摆脱 陆夜分出一缕心神查探天赋树 发现天赋树毫无异常 由此可以确定 这雾气没毒 但显然不是什么普通的雾气 否则不至于连自己一个星宿镜的神念都无法洞穿 幻阵 还是迷阵 陆夜只能判定自己落入了什么高明的阵法中 便催动洞察灵闻加持双眸 左右打亮观桥 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不是阵法 他自身在阵道上就有不错的造诣 灵州之上如果真有什么阵法残留的话 他早就应该有所察觉 可事实上 之前本尊分身的一番探索并无发现 不是阵法 那又能是什么 即便呼召变故 陆夜也没有任何慌乱 只是在寻找破解之法 但诡异无比的是 他哪怕拼尽全力飞略 也依然飞不出雾气的笼罩范围 感觉上 自己这片刻功夫已经飞出了千里之地 但四周依然雾暗浓郁 就在陆夜还在思量的时候 耳畔边忽然传来一阵鬼哭狼嚎之音 那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直入脑海 如此环境 如此诡异 胆子小的人来了 只怕要毛骨悚然 陆夜的表情沉迷 不断地左右打亮 神念疏忽来回 尝试寻找任何异常的痕迹 莫然间 一声响亮的吆喝声 从雾气深处传来 起航歌 鬼哭狼嚎的声音 在这一刻开始变得细虐 陆夜获得扭头朝声音来源的方向望去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浓郁的雾气忽然齐齐消散 陆夜眼前终于再现清明 一张长满了落腮胡子的脸庞 映入陆夜的视野中 这是个体型跳状的大汉 面容上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 穿着一件短衫 快蕾分明的肌肉高高粉起 陆夜想都没想 一刀就朝这家伙披落下去 漆黑的盘山刀身上 神风灵魂的光芒着一瞬间闪亮到了极致 然而就在陆夜展出这一刀的同时 诸多信息忽然不受控制 递在脑海中翻涌起来 这股信息来得莫名其妙 是他以前从来都不曾知晓的 就好像有人强行将这些信息塞入了他的脑海中 秦宗 清秀后期 长龙战舰的大副 陆夜一瞬间洞察了这个落腮胡男子的身份 这一刀是陆夜全力的爆发 不可谓不强 但这秦宗的修为要比陆夜高出足足两个小层次 而且又是个体修 所以反应极快 他似乎早有预料一般 在陆夜出刀之前就已经催动了护身伶力 这一刀斩进了对方的护身伶力之中 却没有斩破 秦宗顺势后跃 一脸惊恶的望着陆夜 船长 这是做什么 旁边还有几道身影 也都齐齐朝陆夜望来 个个不解 陆夜提着刀 站在原地 眼帘低垂着 迅速查探方才脑海中涌出来的种种信息 目光又扫过那几道身影 与这诡异出现的信息对照着 焦建明 星秀后期 长龙战舰二父 周行 星秀中期 长龙战舰阵法师 曲秦威 星秀中期 船一 在自己身边的只有这几个人 但显然不止这么几个人 陆夜的神念感之中 四周有足足十几道生灵的气息 各个都是星秀境 而他自己 赫然是长龙战舰的船长 他们这一伙人 是活跃在星空中的星道 四处劫掠 为非作歹 作下过不少恶事 陆夜的脑子有些迷糊 他明明在探索一艘破破烂烂的灵州 义无所获之下便准备离开 但就在这时 大雾笼罩而来 带到雾散时 就成了眼前这幅诡异的局面 长龙战舰显然就是自己之前探索的破烂灵州的名字 陆夜神念扫事之下 基本可以确定这一点 因为从布局上来说 自己如今所处的长龙战舰 跟那破烂灵州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完好无损 一个破败不堪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绕世陆夜也算经历过一些场面 也有些迷茫了 破烂灵州摇身一变 成了一艘完好的战舰 而原本空无一物的灵州上 却多出了十几个星宿镜 自己还莫名其妙了成了这一火星道团的船长 这是处处透着诡异 就在陆夜沉吟间 许晴薇小声开口 船长 你没事吧 他的身份是长龙战舰的船衣 陆夜的状态明显看起来不太对劲 他自然是要询问一番的 陆夜没有立刻回答 依然在沉思 过了好一会 才淡淡道 无事 只是恍惚了一下 徐徐江盘扇刀归翘 可以确定 这几个家伙应该对自己的处境知道点什么 但他们个个都是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 陆夜又不好直接询问 姐不说人家会不会说 便是实力上的差距 就不是陆夜能够抹平的 总不能用强 这长龙战舰的大副二副都是新秀后期的水准 一对一 陆夜估计自己还有勉强一战的能力 可一对二肯定搞不过 听他这么说 几人才松了口气 秦宗咧嘴一笑 船长真是好功力 这一刀当真风锐无匹 吓了我一跳 这话倒不是作假 他一个新秀后期 陆夜只是出入新秀 一刀斩下来 差点破了他的护体灵气 可见那一刀的不凡 陆夜没接话 他本以为这破烂灵州只是自己机缘巧合的发现 但现在看来 又好像跟风如墨之前指点的机缘有些关系了 可惜当初风如墨什么也没说 陆夜现在就一头雾水 最主要的一点 明明是一艘破破烂烂的灵州 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完好无损的长龙战舰 而且船上人员配置齐全 若说是幻觉 那还可以解释得通 可陆夜眼前所见 身体所感 无不告诉他一件事 这不是什么幻觉 这就是真实 但陆夜可以确定一件事 这绝对就是幻觉 那浓雾 就是一个影子 只不过这场幻觉的档次太高 高到他察觉不到任何破绽的程度 若如此 那眼前所见的这几个人 可就未必是活人了 他们看起来确实跟活人无异 可实际上恐怕不知道死了多久 自己眼下所处的位置 也定然还在那破烂灵州之上 只是幻觉的作用下 让他所看到的 是一艘完好无损的长龙战舰 第1302章人生如此短暂 慢慢厘清了自身的处境 陆夜立刻明白 这是非之地 不宜久留 他眼下所掌握的信息看似全面 实际上毫无用处 在这样的环境下 自然是先溜为妙 至于风如墨所说的机缘 管他什么机缘 先保证自身的安全要紧 当吉迈步朝外航去 曲晴薇紧跟了上来 船长 真的没事吗 陆夜本不想理他 但转念一下 还是转过头 冷冰冰地道 我出去走走 别跟着 曲晴薇便驻足不前 陆夜走出船舱 这才发现 自己如今所处的位置 是战舰的第三层 也就是分身最开始探索的那一层 而方才所处的位置 大抵就是长龙战舰的 控制中枢所在了 抬头望去 只见漫天星辰铺照 长龙战舰此刻就航行在星空之中 陆夜尝试寻找自己熟悉的太阳星和太白星的位置 却是什么也没发现 这让他心头一沉 之前种种变故就已经够莫名其妙了 眼下怎么连锁处的环境都发生了改变 容不得他多想 此刻要做的 是赶紧离开这里 身形一纵 便朝外飞去 不过很快 陆夜就察觉不妙 因为他发现自己无论怎么飞都没办法离开这艘灵州 只能在距离灵州百丈的范围内滞留 长龙战舰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将他牢牢困在了其中 平时不觉 只有当他想要离开这里的时候 才会发挥作用 这样的手段已经超出了他理解的范畴 事情果然没这么简单 虽说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当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陆夜还是不免皱眉 看样子跟自己眼下的身份有关 他如今的身份是长龙战舰的船长 既是船长 那次人就与长龙战舰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所谓见在人在 见面人亡 这个念头刚自脑海中蹦出 陆夜就心头一跳 隐隐地 有一种要大获临头的感觉 迪席 忽然间 一声力鹤响彻甲板 陆夜寻着声音来源的方向望去 只见那桂杆最上方的瞭望台处 一个年轻修士正在高声示警 陆夜连忙查探四方 果然在一个方向看到了一点痕迹 那赫然是三艘与长龙战舰造型不太一样的战舰 成品自行朝这边急速略来 远远地 那三艘战舰的前端就亮起了光芒 显然正是蓄力 陆夜在九州的时候 也曾接触过战舰之类的东西 九州号天盟就有一种飞龙战舰 专门用来攻城拔寨的 微能极大 绝不是修士所能施展的力量可以比拟的 戒域内的战舰就如 更不要说戒域外的了 鬼知道那三艘急速略来的战舰是什么层次的 如今针对长龙战舰而来 陆夜立刻便觉大势不好 偏偏他还无法飞离这艘战舰 而在那是井之音传出之后 便有一个个船员从各处飞奔而来 分裂到甲板各处的阵法中枢中 很快各司其指 其中一个女性船员在掠过陆夜身边的时候 传音一句 快去你出来的地方 不要死太多次了 否则你将永远无法摆脱 陆夜扭头 望着这女子的背影 隐隐感觉这个女子与其他的船员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但此刻根本没功夫去考虑这些 因为秦宗已经闪身而至 表情紧张 船长快操控战舰 陆夜最后看了一样那女子的背影 飞身而上 来到方才的舱室中 把眼一扫 立刻看到了舱室正中央处 一座复杂大阵的一个圆球 这便是控制长龙战舰的中枢所在 陆夜迅速迈不上前 抬手搭在那圆球之上 神念灵力涌动 齐齐灌入圆球内 下一瞬 整个人都生出了一种奇妙的感受 自身仿佛与长龙战舰融为了一体 他便是长龙战舰 长龙战舰便是他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战舰的每一处细节变化 也能洞察战舰的种种优劣 但陆夜终究没有操控战舰的经验 正在体会这种感受的时候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忽然萦绕心头 他抬眼望去 目光深邃 似能洞穿虚空 清楚地看到了三道光亮 成品自行朝长龙战舰激略而来 正是方才他在甲板上看到的 三艘战舰施展的攻击 陆夜本能地想要躲闪 但此刻他的心神已经与长龙战舰融合一处 想要躲闪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他需要控制战舰做出躲闪的动作 这跟控制自己的身体是完全不一样的 战舰轰然一阵 却是最先的一道攻击已经打了过来 虽没能躲掉 好在长龙战舰的船员们训练有素 早已激发了防护法阵 这一道攻击打在法阵光幕之上 顿时连依四起 紧接着便是第二道 第三道 陆夜拼尽全力想要控制战舰 但是一步持 步步持 那一道道连绵不绝的攻击打来 虽没能破去法阵光幕的防护 却在巨大力量的推动下 将长龙战舰撞得翻飞不止 翻飞得不单单只有战舰 还有陆夜的心神 在陆夜的感觉中 此刻他就像是飞在半空中的靶子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形 更不要说躲避后续的攻击了 秦宗在一旁急的跳脚 一边催动灵力稳住心神 一边高呼 船长 快躲避啊 他们的我不知道躲避吗 我得有哪个能力才行 陆夜险先骂出来 作为一个从未控制过这种类型战舰的人来说 初一上手 实在是有太多不协调的地方了 短短不过十夕功夫 长龙战舰的防护光雾就轰然道破 当明亮的光芒在一次成品自行袭来的时候 陆夜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惊空 果然危险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人生就这么走到头了 品自行的攻击袭致 防护光雾破碎 齐齐轰在船身上 狂暴的力量肆虐 甲板上的船员们一个个惨叫着死亡 陆夜没有挣扎 只是平静的接受了这一切 因为到了此刻 任何挣扎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生命的最后关头 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出花瓷的脸蛋 也不知 那女人会不会真的给自己生个孩子 就在这样的平静中 陆夜忽然察觉到了一丝诡异 转头看去 只见身边的秦宗等人都齐齐望着他 方才的恐惧和绝望消失的无影无踪 反而都对他露出一丝奇特的笑容 白光蒙罩之下 长龙战舰内生机浸灭 就连整个战舰都变得破破烂烂 陆夜豁然睁眼 大口喘息着 死亡的感觉是让人无比心悸的 但很快他就露出疑惑的神色 因为方才那一瞬间 他明明察觉自己已经死了 可为什么又活了 神念一动 查探己身 没有任何伤势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缺损 这是怎么回事 左右观桥了一下 看到了秦宗等人 而自己如今所处的位置 赫然就是在战舰的控制中输出 见到陆夜望来 萧建明道 船长 有什么吩咐 陆夜定定了看了他一会 缓缓摇头 诡异 太诡异了 此而复生这种事 陆夜是不会相信的 哪怕真有人有这个能力 也不可能普及 可事实上在他的神念感之中 方才已经死去的战舰船员们 全都还活得好好的 好像刚才所经历的种种 竟都是错觉 但那样的事 真的是错觉吗 如果是 也未免太真实了一些 陆夜之前分明感受到了 自己死亡时候 身躯撕裂的痛楚 船长 是否身体不适 曲晴薇关切地询问一声 陆夜看向他 神色有些恍惚 方才临死之前 就是眼前这几个家伙 齐齐扭头冲自己诡异一笑 尤其是许晴薇 当时他明明背对着自己 可脑袋却整个转了过来 此刻近一副无事发生的样子 没有 陆夜有些声音地回到 秦宗哈哈大笑一声 咱们船长头一次出航 定是紧张了 想当初 我们几个步都是这么过来的 船长 我跟你说 大可不必紧张 打劫这种事 一回声 两回熟 三回就清车熟入了 多精力 精力自然就习惯了 你们怎么回事 陆夜问道 几个人都一头雾水 陆夜便换了个问法 方才的事是什么情况 几个人的表情更迷茫了 秦宗挠着头 船长你在说什么 刚才怎么了 陆夜紧紧地盯着他们的表情 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丝破绽 搞得他都有些怀疑自己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声力喝忽然从甲板的 瞭望台方向传来 迪袭 整个战舰内 分散休息的船员们 立刻行动起来 纷纷涌上甲板 各司其指 陆夜表情一僵 连忙台首按在自己面前的圆球上 下一瞬 之前经历过的感觉涌上心头 自身与长龙战舰似乎融为了一体 他的目光再次洞穿虚空 看到在那星空深处 三艘战舰成品自行朝这边急速掠来 三艘战舰的顶端 已有明亮的光芒亮起 这一幕 何其眼熟 仿佛时间的回溯 陆夜的眼角不由抽搐起来 秦宗在一旁大喊 船长快操控战舰 第1303张海棠 剧烈的轰击不断袭来 长龙战舰的防护光目岌岌可危 陆夜心神沉浸 与战舰融为一体 虽奋力躲闪 却依然力有未歹 这次坚持的时间比上次长了那么几夕时间 但也仅此而已了 战舰的防护大战道破 明亮而耀眼的光芒又一次充斥视野 让人睁不开眼睛 身体被撕裂的痛楚 切实无物地传递 陆夜再次睁眼 冷静的打量四周 果不其然 他还活着 依然跟刚才一样 站在长龙战舰的控制中枢前 甚至连秦宗几人原本所在的位置 都没有任何变化 真的是时光的回溯吗 还是一种奇怪的轮回 船长 可有吩咐 焦建明问出了与刚才一样的话 陆夜摇头 没有 转头看向许晴薇 身体也没什么不妥 不必多问 许晴薇张了张嘴 有些茫然 站在原地 陆夜沉吟着 照眼下的情形来看 恐怕这边很快又要遭遇袭击了 眼下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 在袭击到来之前脱离这长龙战舰 但此前他已经尝试过了 根本行不通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他困在了此舰上 让他无法飞离百丈之外 所以其实他的选择就只有一个 控制好本舰 与那来袭的三艘战舰做上一场 将他们打败 击溃 战舰之间的较量与修士间的拼杀不太一样 这一点陆夜之前两次已经稍有体会了 他即便有再多的手段 在操控战舰的时候都是无法施展出来的 所能依仗的只是自身控制战舰的经验 还有战舰本身的性能 长龙战舰的性能如何陆夜不清楚 但想来是不差的 因为在前两次被袭击的过程中 长龙战舰的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防护大阵的光幕依然能够维持 直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 这才告破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陆夜能控制战舰做出正确的躲闪 避开一部分攻击 那么战舰的船员们就可以更好地维护防护大阵 到时候能坚持的时间必然会大幅度提升 在纠缠中 寻找机会击溃敌人的战舰 这才是真正的战舰之间的争斗方式 没有修饰兼争斗那么多花样 休闲程度却是丝毫不逊 当然 如果修饰个体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 那也无需如此麻烦 直接单枪平马上阵 什么战舰不战舰的 一击破支 可对陆夜来说 战舰这东西他以前根本没有深入的了解接触过 也不知该如何才能更有效更方便的去操控战舰 忽然让他在这星空中去对阵另外三艘来历不明的敌舰 未免太过勉强 于是陆夜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转头看向秦宗等人 你们谁能操控战舰 既然自己不行 那就让别人来 秦宗笑了笑 我们几个都会 这也是正常的 常年在星空中截掠四方的心道 就没几个不会操控战舰的 只能说技术有好有坏 谁最厉害陆夜再次问道 秦宗傲然一笑 自然是我 那就由你来操控 陆夜开口 秦宗立刻露出喜色 当真 让你来就来 时间已经不多了 陆夜没功夫跟他多说什么 秦宗立刻上前 站在那控制战舰的中枢圆球前 神色忽然变得严肃无比 再次确定到 船长真要把控制权转移给我吗 少废话 陆夜不耐烦地催促道 那我可就来了 秦宗黑黑低笑 抬手按在圆球上 不忘叮嘱陆夜 还请船长协助一二 如此控制权的转移才能顺利 陆夜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变汉手 你自行失为便是 秦宗立刻催动自身 凌力灌入圆球中 下一刻 陆夜心生明悟 意识到要如何配合他了 这圆球之中原本充斥着他的烙印气息 所以长龙战舰他才有最高级的控制权 当然 其他船员也有一部分控制权 但陆夜的控制是最优先级的 如今他要做的就是在秦宗失为的同时 散去自身的烙印气息 等到这圆球中充斥着秦宗的烙印之后 长龙战舰就会由他来控制了 控制权的交接不是一瞬间的事 不过也用不了多久 这玩意就像是做买卖 一个愿买 一个愿卖 但在这个过程中 陆夜却莫名生出一种不妥的感觉 至于哪里不妥 又说不上来 目光不经意的一瞥 忽然发现肖建民和许晴薇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圆球 嘴角边赫然绽放着陆夜之前看到的那种诡异笑容 再抬头招秦宗望去 这家伙居然也在笑 那种不安的感觉更强烈了 好像自己一旦失去长龙战舰的控制权 就会发生极为可怕的事情一样 陆夜立刻冲手 秦宗若然 船长 怎么了 陆夜略作沉默 这才开口 还是不劳烦你了 秦宗无所谓地耸耸肩膀 好像也没什么失落的样子 再看肖建民和许晴薇两人 也都恢复了正常 迪西 那熟悉的立刻在一次从瞭望台上传来 陆夜叹息一声 走上前 催动灵力灌入圆球之中 开始操控长龙战舰 但因为此前控制权的转移 导致控制中枢的圆球中有一部分秦宗的气息 若在平日 陆夜花点时间就可以将这一部分气息驱散 但此刻哪有时间 他立刻感受到 控制起长龙战舰没减两次那么圆润自如了 总有一丝灰色的感觉 本就不熟悉 再加上这么这样的不利 星空之中 长龙战舰面对迪西的躲避就更加表现堪忧 这一次坚持的时间还没上次长 战舰就被打爆了 第四次轮回 陆夜睁眼之时 便感觉到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自身与长龙战舰之间 似乎多了一层奇怪的联系 这种联系跟之前的感觉完全不同 并不是战舰与船长身份这种无意义的联系 而是一种切实的说不清楚的联系 之前几次是没有这种联系的 陆夜本来打算等这次轮回的时候 直接开始操控战舰远盾的同时连练习自己的操控技艺 以应对接下来的危机 反正这样的轮回之下 自己不会真正的死亡 所以只要利用来敌舰来袭前的那一会功夫 他就可以做一个合格的船长 带领战舰上的船员们对抗来犯之敌 但眼下忽然出了这样的变故 让他不免紧张起来 自踏足这长龙战舰开始 便处处透着一种诡异 如今这是更诡异了 陆夜开始查探这种联系 却怎么也查探不清 漠然间 他回想起第一次轮回的时候 有一个女性船员经过自己身边 时传音了一句话 那女子当时叫她不要死太多次了 否则将永远无法摆脱 当时她完全不知这女子在说什么 也没功夫细问 如今来看 似乎跟自己眼下的变化有些关系 这是第四次轮回 之前已经死了三次 自身与战舰多了一层神秘的联系 若是死更多次 这种联系会不会变得更强烈 直到自己永远被困在这战舰上 再也无法摆脱 陆叶在第二次轮回的时候 就曾询问过秦宗他们 想从他们口中打探一些情报 但那几个家伙一问三不知 如今来看 想要打探情报 还得去找那个女子 对方与别人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神面涌动 陆叶立刻找到了那女子所在的位置 身形朝外略去 虽说练习操控战舰的记忆很重要 但磨刀不误砍柴弓 陆叶觉得还是先多打探一些情报 更重要一些 最起码得弄明白 自己到底遭遇了什么 秦宗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船长 这是去哪 有事 别跟来 陆叶不客气地吩咐一句 对秦宗这几个家伙 他是一点好感都欠奉 他们看起来没什么不妥的地方 但实际上格格怪异 尤其是他们那种笑容 让陆叶感觉很不舒服 女子所在的位置是站建第二层的一处房间内 陆叶精准无误地找到此地 郑玉抬手敲门 房门却被打开了 一张翘脸的脸庞映入眼帘 陆叶愣了一下 很快意识到 这女子知道自己要来 看样子 找她果然找对了 无声无息的目光碰撞 女子侧过身 陆叶迈步而入 女子又关上房门 开启了房中静置 屋内的摆设很简单 陆叶也没有多打量的意思 直奔主题 道友可有教我 女子叹息一声 没有回答 而是问道 怎么称呼 陆叶 女子汉手 自爆家门 海棠 道友修为比我要高 不嫌弃的话 我就称呼一声失减了 陆叶说道 见对方没有拒绝之意 便顺势接道 海棠师姐 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师姐总要比道友亲切一些 这个时候自该好好的拉近关系 海棠道 你先说说你知道的情报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死了之后还会再活过来 好像轮回一样 陆叶如实道 轮回 海棠苦笑 若真的只是轮回也就罢了 可这种轮回只会让你越陷越深 你会来找我 应该是已经察觉到了吧 你与这战舰之间的那种奇怪的联系 第1304张优灵传 正是陆叶汉手 就是因为这一次轮回的时候察觉到了那奇怪的联系 他才会想起女子之前的提醒 退意过来寻他 海棠道 这种联系会随着你死亡次数的增加 变得越来越紧密 直到最后你将与幽灵传彻底融为一体 再也无法分割 幽灵传 陆叶不解的望着他 是 这长龙战舰 就是星空之中大名鼎鼎的幽灵船 没人知道它是如何出现的 但有记载的历史已经可以追溯到数万年前了 听海棠话中之意 这幽灵船似乎在星空中很是出名的样子 可陆叶身为一个出入星空的雏鸟 哪里听说过剩了幽灵船 莫说它不知道 便是整个九州都没人知道 幽灵船在星空之中四处漂泊游荡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会出现它的踪影 没进入之前 从外面看 它就是一艘破烂的战舰 但任何生灵踏足其中 都会激发幽灵船的变化 这变化应该就是之前陆叶看到的浓郁雾矮了 但雾矮散去时 破烂灵州摇身一变 成了长龙战舰 而闯入之人 也会理所当然的成为长龙战舰的船长 陆叶问道 这种变化是真实的 还是幻觉 海棠道 对你来说 是幻觉 但对我来说 就是真实的 有何区别 你还没有彻底融入幽灵船 还有摆脱的机会 而我 海棠的表情有些黯然 陆叶忽然明白了 师姐莫不是也是被此船吸引而来 被困其中的 海棠点点头 我是前不久陷落此地的 也曾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一切 陆叶哭笑不得 师姐既知这是大名鼎鼎的幽灵船 何故还要深入一探 海棠苦笑 我是进来之后才意识到的 摇了摇头 她接着道 如今我被困在这里 短时间还能维持自身理智 待到时间一长 便会深陨到消 自身的一切都将化作这幽灵船的养分 你算是来得巧 若是再晚几个月 就见不到我了 其他船员也不会跟你说这些东西 他们都是长龙战舰最原本的存在 陆叶恍然 怪不得第一次轮回的时候 海棠就船音提醒自己 原来他确实与别的船员不一样 其他的船员无论是谁 都算得上是幽灵船的一部分 但海棠是跟他一样的外来者 如今虽然被困 却还保持着自身的理智 所以才会好心提醒陆叶 讲来是自己淋了雨 愿意为别人撑拔伞 不过这种状态注定无法长久 过一阵子他便会彻底烟消云散 陆叶心头七七 问道 那该如何做才能摆脱 控制长龙战舰 带领船上的船员们 击溃来犯之敌 便可摆脱此舰 重获自由之身 这正是陆叶之前想做的事 但想归想 做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也得不说 这都已经第四次轮回了 陆叶连控制战舰还没熟悉呢 更不要说与那来犯的三艘战舰打空战了 幽灵船有意装玄妙 海棠也知道陆叶时间不多 便加快了语速 那就是无论什么修为的人入了此地 都只能发挥出星宿前期的实力 哪怕日照进也不例外 这是幽灵船自身的规则 这一点陆叶倒是不知道 因为它本身就是星宿前期的水准 这个规则对它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个规则极为苛刻 极大地限制了修饰实力的发挥 所以哪怕知道幽灵船上有机缘 星空中认识它的修饰也不会贸然擅闯 一般只要见了都会远远躲开 机缘 陆叶扬眉 这里有机缘 海棠笑了笑 如此凶险之地 自然是有机缘的 尤其是对幽灵船这样奇特的存在来说 不过如果你没办法击溃来犯之地 是得不到那机缘的 陆叶这下可以确定 风如墨索指点的机缘 真的就是这长龙战舰了 不免付费 那拉里拉他的老家伙确实跟他说了 这机缘有凶险 让他自行灼亮 但在没进入幽灵船之前根本看不到半点凶险 等进来之后再发现已经迟了 风如墨的提醒 等于没说 却也怪不得人家 本就是萍水相逢 拿了点陆叶的吃食酒肉 不但指点了一下陆叶一场机缘所在 更给他的盘山刀封进了一道秘书 站在风如墨納的立场来看 彼此已经两清 至于陆叶会不会因为幽灵船而死 关他什么事 清空中处处都是危险 没有这幽灵船 也会有别的什么船 更何况星空中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修士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身亡 什么样的机缘 陆叶问道 海棠道 据说这幽灵船内有各种重宝 便是日照进修士见了也会动心的那种 若能拖得此船 恢复自由之身 只要是船上的东西 便可随意则取一件带走 日照进都会心动的重宝 这该是什么品质的 若真如此 那这幽灵船能在星空中闯出 弱大威名就是可以理解了 这样的一份机缘 必然会吸引各方豪雄前来磨砺几身 修士这个群体 从来都是不缺乏冒险因子的 海棠师姐 我觉得咱们可以合作一二 陆叶提议道 如何合作 海棠不解的望着他 师姐既已经历过我所经历的一切 那么对战舰的掌控必然要比我更熟悉一些 不如这样 我将战舰的掌控权转交给你 由你来 不可 陆叶话没说完 就被海棠打断了 他一脸严肃的望着陆叶 绝不可将你对幽灵船的控制权转交 这是为何 对此船的控制权 是你船长身份的根本所在 有这个控制权 你便是船长 还能继续幽灵船的考验 可一旦你失去这个控制权 那么你就会立刻变成和我一样的处境 被困在这船上 直到有一日化作幽灵船的养分 陆叶终于明白 自己之前准备跟秦宗转移战舰控制权的那种不安感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门道 幸亏自己意识到不妥 中断了转交 否则还真的会赴海棠的后尘 到时候两人恐怕就只能在这里大眼瞪小眼 似眼泪汪汪了 秦宗那几个狗东西定然是知道控制权转交会有什么后果 可偏偏没一个人提醒他 反而在转移的过程中 各个露出诡异的笑容 迪席 甲板上 再次传来了那撂望手的立合示警 下一瞬 长龙战舰上的船员们便纷纷动作了起来 留给陆叶的时间不多了 他连忙开口 师姐可还有其他的吩咐 海棠道 幽灵船上的所有船员 虽都是此船的一部分 但只要你还是船长 那么他们就会严格执行你的每一道命令 这也是幽灵船的规则之一 好好利用这一点 历史上陷落幽灵船的修饰数量不少 莫说星宿 电视日照竟都有 但也有成功摆脱 获得重宝离去的先例 乾坤未定 不到最后绝不要放弃 知道了 转身朝外奔去 还在半路上 就听着秦宗仓皇失措的大喊 船长快回来掌控战舰 别吵 陆叶从他身边掠过 直奔舱室 很快来到那圆球前 站定身形 灌入灵力 吃几息后 长龙战舰被打爆开来 在来犯之地强决的攻击之下 船上所有船员无一幸存 第五次轮回 陆叶睁眼之时 立刻查探自身与长龙战舰的那种奇特的联系 发现果然又紧密了一些 这种联系会随着他死亡次数的增加不断加深 直到某个极限程度 陆叶将变得跟海棠一样 彻底被困在这里无法脱身 所以此刻他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海棠曾经经历过的 孤身一人在这样诡异的环境中 一点点的走向陌路 若是心性不够强大 很快就会崩溃 陆叶不清楚自己能死多少次 眼下感受的不算深 根本没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但他想要摆脱这幽灵船 任重而道远 这种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 因为此刻所经历的一切 都只是一种幻觉 但这种幻觉是在幽灵船的规则下展开的 太过高明 陆叶根本瞧不出半点破绽 定了定心神 陆叶立刻抬手按在控制中枢的圆球上 心神与长龙战舰联系在一处 开始熟悉战舰的操控 不过在那之前 他先是让长龙战舰提速 朝远方顿去 他想得很简单 既然后面有强敌来追 那先提速 也能尽量拉开一点距离 多拖延一点时间 但很快 陆叶就知道自己想多了 因为当那一声熟悉的迪西喊出来的时候 陆叶发现自己没有拖延出任何多余的时间 还是塞纳的时间节点 瞭望台上的船员发出了示警 这是怎么回事 来不及多想 陆叶继续全身心地操控着长龙战舰朝前飞盾 不片刻后 敌舰追击而至 距离不断拉近 一道道巨大光柱般的攻击从后方不断掠来 在陆叶的控制下 战舰翻飞腾挪 避开了大多数攻击 但依然有一部分落在防护光幕之上 打得防护光幕遥遥欲坠 第1305章轮回 不过因为陆叶操控战舰避开了许多攻击 所以防护光幕这次坚持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长得多 这也多亏了船员们的努力维持 幽灵船上的船员们虽是战舰的一部分 但他们在预敌应敌的时候没有半点偷奸耍滑 都在做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这应该是个不错的好消息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 连自己的船员都无法跟自己同心协力的话 那这一场考验也不用进行下去了 根本没有意义 第六次轮回 木叶照旧第一时间控制战舰 提速朝远方顿逃 同时从储物界中取出两块铜器莲之阵盘来丢给秦宗 贺令道 你们几个 带上此物 召集所有船员去甲板布防 马上有强敌来袭 同气莲之阵盘在九州对抗重巢 远征血练戒的过程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让诸多九州修士能够互相借力 轻松节阵 用在这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船员们虽都是新秀 但修为有高有低 灵力有多有寡 如此一来 在甲板上操控阵法的时候 阵法所展现出来的威能也各不相同 有同气莲之阵盘相助 彼此间也能更好的配合 秦宗一声低贺 是 当即带着肖建民和许晴薇奔赴甲板 果然如海棠所说 这几个家伙虽然对陆业不怀好意 但还是会严格执行他的命令 陆业孤身而立 沉浸心神 不断的熟悉着对战舰的各种操控 依然是在那个时间节点 市井的立刻响起 听的声音 陆业便知 这恐怕也是幽灵船的规则之一 无论他之前多么努力的提速 都无法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 来犯之地总是会在同一个时间 出现在瞭望手的视野中 很快 战斗便打响了 这一次的效果喜人 在陆业的操控和船员们的努力下 长龙战舰足足坚持了差不多一柱箱才被打爆 陆业发现一件事 自己似乎还挺有一些操控战舰的天赋的 这或许也跟他冰修的出身有关 冰修本就擅长与人贴身搏杀 在控制战舰的时候 只是把个体换成了战舰 等于是整个战舰都是自身的身躯 操控起来虽然更困难 但只要找到了诀窍 熟悉了之后 也是有迹可行的 换个法修来 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 另外 陆业还发现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情报 那就是自身心神沉浸的越深入 灵力注入的越多 对战舰的掌控就越容易 这些东西都是旁人无法教导 需要自身深刻体会的 陆业估摸着 自己这次弱势能拖得险境 日后再遇到什么战舰之类的东西 应该能轻松上手去操控 这也算是一种魔力了 多一种本事 终究是不是坏事 但是很快 陆业就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自身的消耗太大了 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幽灵船会有一个 无论什么修为的修饰进入此地 都只能发挥星宿前期实力的规则 因为星宿前期是上三境的起点 灵力储备也是最少的 而掌控战舰 偏偏对灵力有巨大的消耗 这种程度的消耗 一个星宿前期的修饰拼进一身修为 恐怕也撑不过三个时辰 即便中途能借助灵丹恢复 也延长不了太久 尤其是想要更好的掌控长龙战舰 就需要更多灵力的付出 更要加速修饰自身的消耗 换句话 修饰入了此船 就必须得在几个时辰内通过考验 如此才能离开 获得机缘 时间一旦拖延下去 局面只会越来越不利 最终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到时候就只能等死了 海棠倒是没跟陆叶说过这事 也不知是当时时间紧迫忘记了 还是觉得没必要说 陆叶自己就能察觉 这个问题对旁的修饰来说 是个巨大的难关 但对陆叶来说 还真不是什么问题 他借助灵狱的修行 本就要控制着节奏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率 意识到灵力消耗过大的问题之后 陆叶当即往口中塞了一枚灵狱 咀嚼而下 至于这样做会造成的灵狱能量的浪费 都这个时候 还管什么浪费不浪费 他出九州的时候 身上有一万五千块左右的灵狱 现如今数量几乎没有变化 因为严陆搜寻所获 基本能够满足他日常修行所需 清秀前期 对灵狱的消耗终究是很少的 第七次轮回 陆叶一转头就看到了 秦宗三人傻呼呼跟三个安纯一样站在旁边 见他目光望来 肖建民又问出了那句熟悉的话 船长可有什么吩咐 我给你们的东西呢 三人皆都茫然 秦宗道 什么东西 陆叶辨之 轮回之后 之前的一切都被重塑了 自己之前交给他们的两块铜器 连支阵盘必然也是肉包子打斗 当即甩出两块阵盘 下达了之前一样的命令 等三人离去之后 陆叶才再次开始对战舰的操控熟悉 这次他没再浪费力气提速 反观不管他怎么提速 敌人的攻击都会准时抵达 索性不去浪费那个力气了 他只是全力催动灵力 往控制中枢的圆球中灌入 在操控战舰的同时 熟悉着战舰上的每一处法阵 每一件安置在法阵中的宝物的威能 激烈的战斗在一次打响 不过与其说是战斗 还不如说是在被动的挨打 虽说有了陆叶的命令 秦宗等人也在甲板上抵挡敌人攻击的 同时尝试反击 但这种反击是需要陆叶来配合的 因为陆叶控制着战舰的移动方向和腾挪方式 与船员的配合若是不足 很难进行有效的还击 秦宗激发了几次法阵的威能 却都打在空处 因为瞄不准 这样的局势下 长龙战舰落败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陆叶需要做的 就是尽量多苟活一阵子 如此才能不断积累自身操控战舰的经验 第八次 第九次 第十次 与其他的船员不一样 海棠每一次都在紧密关注着战舰的变化 由此来推断陆叶的状态 最初几次 他都露出喜色 因为陆叶在操控战舰的过程中明显进步飞速 比他之前的表现要好多了 这种进步是能直接感受到的 战舰在敌人的攻击下能坚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妥 因为陆叶一直在躲避 一直没有进行反击 渐渐的 他叹了口气 知道照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 即便陆叶驾驭战舰的记忆再怎么提升也无济于事了 因为一个星宿前期修饰的灵力储备 不足以支持长时间的操控 而一旦陆叶的灵力耗尽 那长龙战舰就是一个挨打的靶子 再没有躲避的能力 直到一次次死亡 将陆叶与幽灵船慢慢紧密的联系到一起 让他无法脱逃 他不相信陆叶没发现这个问题 可既然发现了 为何不做改变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慢慢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长龙战舰依然灵活地藤魔躲避着 预料中因为陆叶灵力耗尽而导致战舰成为靶子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 海棠多少有些想不明白 这位陆叶失地的灵力储备 有这么深厚吗 这根本就不应该是新秀前期修士能够具备的 但无论如何 这是切实的正在发生的 如果这样的局面能一直维持下去 似乎不是没有希望 第十六次轮回 陆叶能清楚地感觉到 自身与长龙战舰的联系已经变得很牢固了 他虽然不愁灵力消耗的问题 但有一桩是却是无法忽视的 他的死亡有一个极限 一旦超过这个极限 那么无论他做多大的努力都是 徒劳武功 二十次 这是他判定中 自己能达成的最多死亡的次数 一旦超过这个次数 自己就危险了 所以留给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好在这一次次的死亡中 他对长龙战舰的操控 已经达到了一个如碧石指的程度 在没有最初掌控的那种不协调和灰色之感 这也是正常的 修士终究不是凡人 尤其是一个新秀镜 哪怕以前没接触过某些事物 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就能很快掌握 操控战舰之事 本就不算太困难 修士们来到此地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灵力的恐怖消耗 这才是诸多修士陷落幽灵船的根本原因 以往有修士来此 在经历了几次轮回之后 都意识到灵力储备的问题 都不免要计算着自身灵力的消耗 但这个问题在陆叶这里根本就不是问题 它从始至终都保持着最大灵力的思维 当然 这也跟长龙战舰体量不大有关系 这终究是适合十几人一起航行的战舰 放眼星空中 只能算是小型战舰 若真是那种大型的战舰 陆叶想要掌控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这一次的轮回中 长龙战舰被敌人攻击的次数和频率明显降低到了一个极限 这种状态下 哪怕不小心被打中 只要防护法阵一时不破 船员们也能迅速弥补 迎接接下来的攻击 换句话说 若是灵力足够的话 长龙战舰能一直这样跟来犯之敌纠缠到天荒地老 第1306章反击 陆叶可以坚持 船员们却是无法坚持的 他们的灵力消耗终究没办法迅速获得补充 纵然有同气连支阵盘相助也不行 所以在察觉到船员们的灵力储备降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陆叶忽然操控长龙战舰调转方向 迎着敌人撞了过去 之前的纠缠中 陆叶确定了一件事 那就是长龙战舰的速度 不如追击的三艘敌舰 这是应有之事 速度上如果真能快过敌舰 也没有后续的麻烦了 跟他之前尝试在星空中飞行是一个道理 长龙战舰的速度 是他能够掌控的一个极限速度 超过这个极限 就可能迎头撞上什么东西 导致舰毁人亡 速度上不如敌人 无法甩脱 陆叶现在想知道 这三艘敌舰的硬度怎么样 但想来应该不会太离谱 幽灵船有自己的种种规则 在这些规则之下 往往都藏有一线生机 如果三艘敌舰的硬度强到长龙战舰 无法破开的程度 那这就根本不是什么考验和机缘 而是一处死地 以往也不可能会有人通过这一场考验 从幽灵船上拿走好处 所以陆叶觉得 这三艘敌舰的强度 应该不会太离谱 最起码 是眼下的长龙战舰能够打破的程度 在调转方向朝敌舰迎头撞去的时候 陆叶就神念传音 给秦宗和肖建明下达了命令 长龙战舰上有防护法阵 自然就有攻击法阵 普通的船员们在许秦威的带领下 掌控的是防护法阵 而秦宗与肖建明掌控的则是攻击法阵 这些法阵之中都被安置了威能巨大的宝物 能发挥出强决的杀伤 最同样是攻击法阵 可类型却是不太一样的 秦宗掌控的那一座法阵威能更大 但叙事时间长一些 所以无法做到不间断的攻击 肖建明掌控的那一座则是威能稍小 攻击频率更高许多的类型 这一点陆叶早就查探清楚了 也在之前的一次次轮回中见证了自己这两个左膀右臂催动法阵的场景 但之前反击基本没什么效果 主要是彼此配合的不够好 这一次不同 陆叶有意要试探一下敌方战舰的硬度 迎着三艘敌舰冲撞过去 没有大范围的腾挪 只做小规模的躲闪 如此一来 秦宗和肖建明就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攻击方向了 一道道光柱从前方一面袭来 长龙战舰也发出了自己的怒火 速度上虽然有差距 但就攻击这一方面来说 长龙战舰并不逊色敌舰 反而更强一些 毕竟要以一敌三 没有足够强大的攻击肯定是不行的 互相接近的过程 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量 陆叶的新神透过战舰 专注地盯着被攻击的那一艘敌舰 这是位于中间的战舰 对方也在腾挪躲闪 但肖建明操控阵法明显很有益手 借助自身阵法频率高的特点 不断地催动阵法之威 封锁敌舰的腾挪方向 往往看似漫无目的的一击 实际上另有他用 而秦宗与之也是心有灵犀 配合首安 借助肖建明创造出来的机会 每每一击击中 哪怕陆叶知道这两个家伙 对自己不怀好意 此刻也忍不住要为他们喝一声彩 不得不说 幽灵船的一些特别的规则 对闯入此地的修饰 还是很有利的 比如此刻在陆叶的命令下 所有船员都能严格执行 不掺杂丝毫水分 眨眼间 彼此接近已不到十里之地 对如此体谅的战舰来说 十里之地 简直就相当于面贴着面了 道德此时 长龙战舰的防护光幕变得极为暗淡 哪怕陆叶全力操控战舰了 但在这样互相逼近中 也很难规避掉所有攻击 多亏了他之前分发下去的同气帘之阵盘 船员们可以随时互相建立 修补防护 否则局面肯定更糟一些 再看被长龙战舰攻击所定的敌舰 防护光幕也是摇摇欲坠的程度 不过情况比长龙战舰要稍微好那么一些 毕竟己方要承受三艘敌舰的攻击 可敌人只需承受己方一艘 攻击的强度不一样 防护法阵的反应自然也不一样 秦宗和肖建明的配合立了大功 敌方左右两艘战舰继续倾泻着攻击 居中的战舰开始腾挪 明显想要避开长龙战舰的冲撞 但陆叶岂能让他避开 这一次就是要看看对方的硬度到底如何的 不将他打爆 哪里能确定的清楚 当即加大了灵力的催动 长龙战舰速度抖增 驾一瞬 两艘战舰碰撞在一起 短暂的挤压之后 巨大光量忽然迸发 物业只觉得心神一阵 平白生出一种自己撞在坚实的物实之上的感觉 在操控战舰的过程中 他与战舰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能通过战舰观测四方的一切 也能灵活的控制 可以说战舰就是他 他就是战舰 这恐怕也是一次次死亡之后 己身与战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根本原因 强忍着诸多不适 陆夜连忙观察 感知之中 长龙战舰与被撞的那一艘敌舰都变得破破烂烂 各自防护法阵崩溃 还不等陆夜观察更多 左右两边一道道光亮已经淹没了他的视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陆夜睁眼时已经进入了第17次轮回 一时赋斐 那敌舰居然连自己人都打 简直太凶残 方才轮回的最后 己方与敌方居中的那艘战舰算是拼了个同归于尽 但战舰上的修士还都活着 陆夜本来想看看敌舰上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敌人 结果根本没机会去查探 就被轰杀成渣了 来不及感慨太多 陆夜照就下达了与之前一样的吩咐 同时又丢出了两块阵盘 轮回之后 长龙战舰上的一切都会回溯 他之前拿出来的阵盘全都没了 不过好处也有 那就是船员们之前消耗的灵力会重新回归 让每一个船员都保持着最巅峰的状态 这也是上次轮回到最后 陆夜悍然撞向敌舰的原因 那个时间点 船员们的消耗都已经很大了 根本无法支持接下来的战斗 既如此 还不如做一个测试 然后重新开始 攥上这一次 还有四次机会 陆夜不敢有任何大意 在船员们听应个救其位之后 陆夜当即操控战舰 掉头飞去 哪怕如此 依然是在既定的时间点 三艘敌舰的争鸣身影才印入视野中 不过这一次与之前的每一次都不同 长龙战舰不再是被动挨打的一方 而是主动出击的一方 互相接近的过程中 试探性的攻击就已经开始了 随着彼此距离的增加 攻击的强度和频率也开始提升 有过之前的经验 陆夜这一次操控战舰更加的得心应手 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秦宗和肖建明的配合之中 这也是一个合格的船长该做的事情 因为只有他配合这两人 他们操控的攻击法阵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效果很显著 这一次的纠缠中 长龙战舰只付出了防护法阵 微能降低一半的代价 就将一艘敌舰的防护打爆了 陆夜心中溺喜 三艘敌舰少了一艘 那么长龙战舰所需要躲闪的攻击就少了三成之多 局面必然要大幅度改善 只要继续维持这样的节奏 将剩下的两艘敌舰一一打爆 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 就在陆夜这么想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一团团黑影从防护被打爆的敌舰中飞掠而出 迅速朝另外两艘敌舰掠去 陆夜脸色一变 连忙下令 弄死他们 那些黑影看不见面貌 甚至不具备具体的形态 但无容置疑 是敌舰的船员 自己的战舰已经保不住了 所以他们提前逃生 前往几方的另两艘战舰 这对陆夜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哪怕他下令很快 秦宗和肖建明也完美地执行了他们的命令 但依然未尽全宫 有一大半敌方船员顺利地得到几方战舰的接应 躲进了战舰之中 紧接着 陆夜发现剩下的两艘战舰 无论是防护法阵的威能 还是攻击法阵的力度频率 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这无疑是逃生过去的船员们带来的效果 可用的人手更多了 战舰的性能自然会得到提升 不单单敌舰如此 长龙战舰也会如此 如己方这边的船员再多一倍的话 局面也不会如此胶着 陆夜心头大恨 然是已至此 已无力改变 只能继续与剩下的两艘敌舰纠缠 竟能得到提升的敌舰变得更加难缠了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己方船员们的表现越来越不济 每一个无论灵力还是心神 都消耗巨大 搅拌日后 在敌方两艘战舰的左右包夹之下 长龙战舰被打爆开来 战舰上的船员们没有如敌人那样弃舰逃亡 因为这是没意义的事 敌人弃舰 还有友方的接应 他们可没有接应 到时候只会成为靶子 第十八次轮回 陆叶再次下达命令 趁着敌舰还未现身的片刻功夫 思量方才的种种得失 第1307章入区 乌龙质疑 自己的策略没错 与其被动挨打 还不如主动出击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方才的战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总有一些意外会在不经意间降临 陆叶没想到 在敌舰的防护被打爆之后 敌方船员会顿逃 继而给剩下的两艘敌舰威能 带来了不小的提升 得想办法解决这个事 否则很难一举建功 单只依靠秦宗和肖建明掌控的攻击法阵 是没用的 秦宗掌控的法阵 就不是用来对付单个修士的 因为攻击频率不高 在敌方船员四散顿逃的那短短时间内 他顶多只能催动两次法阵之威 肖建明那边的情况虽然好点 却也好得有限 所以眼下几方需要的是更多更密集的攻击 陆叶立刻神念涌动 对外传音 传音的对象是海棠 细细嘱咐了一番 虽说从眼下的情况来看 长龙战舰的船员们都会严格执行自己的命令 但陆叶还是不敢太信任他们 这关键的协助就只能交给海棠来做 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如果在接下来的三次抗争中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恐怕就真的要赴海棠的后尘 与这长龙战舰永远不可分割 这可不是他希望看到的局面 再次查探了一下长龙战舰各处的情况 陆叶目光透过虚空 看向前方 等待敌舰的到来 片刻后 三艘战舰映入视野 一如上次的情景在线 长龙战舰在陆叶的操控下 迎着敌舰而去 距离拉近的过程中 彼此攻击交织穿梭 依然付出了几方防护法阵强度削弱一半的代价 被长龙战舰锁定的那艘敌舰的防护岌岌可危 就在这时陆叶神念涌动一声低贺海棠师姐 甲板之上 正在与其他全员合力催动防护法阵之威的海棠 几乎在陆叶声音响起的一瞬间 就急忙窜出奔赴甲板一侧的位置 那个位置 有一座未被激活的攻击法阵 长龙战舰上其实还有好几座类似的攻击法阵 一直都没被激活 因为人手不足的缘故 每一座法阵的特性都不一样 用途也不同 海棠这次奔赴的法阵 是那种攻击频率很高 但威能不大的法阵 当然 威能不大也是相对而言 此法阵之威用来对付战舰 效果甚微 可用来对付修士 却是最为合适不过 可以说 这法阵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修士的 海棠这边才刚刚就位 催动灵力激发了法阵之威 长龙战舰就一个神龙摆尾 横在了敌舰前方 与此同时 秦宗那边一技威能强决的攻击打出 正中敌舰 防护光幕彻底告破 在这一瞬间 一道道没有具体形态的黑影从敌舰中迅速掠出 也是在这个瞬间 海棠激发了自己所掌控的法阵的威能 一团团光球忽然自法阵之中迅速飞出 铺展开来 从敌舰中盾逃出来的诸多黑影一时不察 好几个撞在那光球之上 刹那间光球绽放雷光 将那一团团黑影包裹 依稀可见 黑影在剧烈蠕动 似在挣扎 却始终无法摆脱雷球的尽数 进而慢慢消弭 更多的光球如萤火虫一般飞舞出来 在海棠的控制下 绞杀着敌人的船员 陆叶的心神一直关注着这边的动静 眼见效果不错 这才放下心 长龙战舰震动不休 在海棠控制阵法的同时 剩下敌方两艘战舰可没闲着 一直在攻击这边 而为了更好的协助海棠杀灭敌方的船员 陆叶根本没敢做大幅度的腾挪 如此便导致长龙战舰硬生生吃了敌人的几道猛攻 代价便是防护光幕的强度又削弱了一成 不敢继续下去 长龙战舰再一次腾挪起来 尽量避开敌舰的攻击 几方三座攻击法阵还在倾泻着威能 秦宗与萧建明这边且不说 他们一直都是对抗敌舰的主力 海棠那边眼见幸存的三个敌方船员得了接应 再没有击杀的可能这才闪身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 加入维持防护法阵的序列 敌舰被打爆了一艘 就连敌舰上的船员都几乎被赶尽杀绝 长龙战舰如今需要面对的就只剩下两艘敌舰的纠缠了 对比方才情况无疑要好上很多 唯一对己方不利的下次便是防护法阵的强度降低了太多 只有巅峰时期的四成左右了 想要依靠这样的法阵强度对抗剩下的两艘战舰 难度无疑很大 陆业更加专心致志地操控战舰 不时地与秦宗萧建明打出一道道精妙的配合 片刻后 当己方的防护法阵强度只剩下最后一成的时候 第二艘敌舰的防护也即将崩溃 有过一次经验 海棠这次没等陆业的吩咐便行动起来 很快抵达位置催动法阵之威 下一刻 第二艘敌舰的法阵告破 如之前一样的场景映入眼帘 敌舰的船员又顿逃出来 朝最后一艘仅存的战舰奔去 海棠催动法阵的威能截杀 陆业也尽量配合着他 然而还没等海棠这边取得多大的成果 长龙战舰轰然一阵 防护告破 映入陆业视野最后的情景 是敌舰中爆发出来的一道明亮的光柱 功亏一篑 第十九次轮回 陆业站在控制中枢的圆球前 紧皱眉头 方才的一次轮回 这边无疑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 无论是他 还是秦宗宵剑明 又或者海棠 都发挥得不错 以一敌三 能打爆两艘敌舰 这样的战果不可谓不惊人 但还是在最后的关头失败了 几方的配合操作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唯一的问题还是敌人的数量太多 该如何改善呢 总不能再分出人手去操控更多的攻击法阵 真如此的话 那防护法阵的强度会相应衰弱 可能得不偿失 如果给陆业足够的机会 让他再多跟自己的船员们配合配合 陆业相信几方一定能赢 但如今他欠缺的就是机会 钻上这一次 他只有两次机会了 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踩在了悬崖边 此两间 陆业想不出什么太好的办法 但这并不妨碍他再次给自己的船员们下令 让他们各司其职 耳畔边传来了海棠的声音 师弟做得很不错了 这次我尽量发挥好点 这不是宽慰 而是佩服 因为在他当船长的那些次轮回中 从来都只是被动挨打的一方 莫说打爆敌方两艘战舰 便是一艘都没打爆过 导致他一度怀疑 这幽灵船上的考验 真的有人通过过吗 但眼下他知道了 绝对有人通过了这样的考验 他做不到 那是自己的能力不足 不代表别人也如此 他已经陷落幽灵船无法脱身 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真正的到销身亡 到时候这幽灵船上也不会再出现他的身影 自己吃了亏 他不希望别人再赴自己的后尘 哪怕只是萍水相逢之人 所以他才会在陆叶第一次轮回的时候出言提醒他 后续陆叶找上门来 也是毫无保留的分享自己的情报 吃姐做得很好 是我的问题 陆叶回到 战舰之间的交锋成败 最大的干系还是掌控战舰之人 船员们终究还是听他号令行事 可如何才能解决最后关头 防护法阵威能不住的问题呢 陆叶一时想不出什么头绪 除非他能更好地操控战舰避开敌人的攻击 哪怕他在这方面有一些天赋 一次次轮回之下算是熟悉了战舰的操控 可终极时间上短 眼下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一个极限 无法再有更多的提升了 迪席 熟悉的呼喝声再次传来 陆叶连忙收敛心神 专注战舰的操控 虽然他知道如果不解决最后关头面临的问题 无论多少次轮回局面都不会有所改善 但这个时候根本没有给他多加思考的时间了 敌剑来袭 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对战舰的操控中 哪怕他想借助分身再控制一座攻击法阵也不行 大多数时候 他都可以分心二用 哪怕是在与一些强敌机战时 但操控战舰的时候实在做不到 操控战舰时 他整个人的心神都沉浸在战舰之中 根本无法对分身做出有效的控制 不多时 激烈的战斗打响 战况也一如上次的重演 当己方的防护法阵强度还剩下一半的时候 一艘敌舰被打爆 海棠迅速转换阵法 灭杀敌舰的船员 处理好此事之后 他才返回防护法阵那边 又是一阵激烈的纠缠交锋 当己方战舰的防护强度只剩下最后一程 摇摇欲坠时 敌方第二艘战舰被打爆 海棠在一次转换位置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情况就会跟上次一样 没有任何改变 陆叶也必然会进入第二十次轮回 就在这紧要关头 陆叶忽然心中移动 意识到自己的一个思维误区 为什么非要去杀第二艘敌舰的船员呢 第一艘敌舰的船员是必须要杀的 因为一旦他们得到接应 进入剩下的两艘敌舰 就会给敌舰的性能带来不小的提升 可这第二艘敌舰的船员 似乎没必要赶尽杀绝 第1308章最后的机会 这样的战场中 船员存在的价值就是给战舰的 威能带来的提升 眼下敌方三艘战舰只剩下最后一艘 如果能迅速将这艘战舰解决掉 那第二艘敌舰的船员杀不杀似乎也无关紧要 便让他们活着又怎样 陆叶忽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整个人的思维也是茅塞顿开 主要还是经验太少 在此之前 他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种模式的战斗 导致自己的想法出现了误区 如今思维的桎梏打开 一下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急忙给海棠传讯 让他回去协助许晴威控制防护法阵 陆叶催动自身力量 疯狂地朝战舰的控制中枢中灌入 这一瞬间 己身与战舰之间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 这也让陆叶心生一丝明悟 这一次若是在失败的话 就没有第二十次了 这也是自己最后的一次机会 本就腾膜不定的长龙战舰在陆叶的操控下忽然顿住了身形 继而直直地朝最后一艘敌舰撞了过去 一瞬间的功夫 整个战舰都化作了一道流光 才刚刚回到自己位置的海棠舰撞 立刻明白了陆叶的打算 匆忙间 也是拼命催动灵力 协助许晴威维持防护法阵 敌舰的攻击倾斜而来 陆叶尽量躲避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是不想躲避的 但长龙战舰的防护现在太脆弱了 顶多只能在承受敌舰的一道猛攻 所以不得不躲 在那种自身与战舰的紧密联系下 操控战舰也变得比之前更简单一些 好几次 敌舰的攻击都是擦着长龙战舰打过去 险些就被击中 这场面 看得海棠惊出一阵阵冷汗 最后一艘战舰眼看长龙战舰这么直直地撞了过来 显然是意识到了陆叶的意图 当即便要调转方向从侧面顿出 然而哪还有机会 陆叶做出这个决定完全是灵光一闪 此前根本没有半点征兆 做出决定之后便全力以赴 留给敌舰反应的时间和空间都极少 海棠师姐 护持己身 最后关头 陆叶急忙给海棠传音一句 战舰间的碰撞 是惊天动地的 其他船员会不会因此而亡 陆叶不在乎 他们本就不是什么活人 而是幽灵船的一部分 但海棠与他有些恩情 还是要提醒一句的 听得陆叶传音 海棠连忙寄出一件防护领宝 守护己身 下一刻 两艘巨大的战舰轰然碰撞在一起 长龙战舰的防护第一时间告破 毕竟他原本就只剩下一城的威能了 这一撞之下 哪还有继续维持的可能 一时间 船上的船员们东倒西歪 各个立足不稳 陆叶的心神透过战舰 紧密地关注着敌舰的动静 巨大的冲撞力下 敌舰的防护法阵并没有第一时间告破 而是顺着撞击的位置 狠狠往下凹陷 看起来极有韧性一样 眼见此景 陆叶再不敢犹豫 更加凶猛地催动灵力灌入控制中枢 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这一次若是不成功 他就真的只能跟海棠在这里相依为命 而且海棠再过几个月恐怕就要烟消云散 到时候他孤单单的 想想都不寒而栗 可无论陆叶如何发力 也依然撞不破敌舰的防护 反倒是敌舰的法阵开始嗡名 有明亮的光芒和强大的灵力波动开始跌宕 陆叶脸色一黑 意识到了不妙 此刻想逃明显已经来不及了 可继续这样下去 好像也无法进攻 真真是进退两难 然就在这时 整个长龙战舰忽然一阵 一道明亮的光柱爆出 近距离地轰击在敌舰的防护之上 仿佛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道明亮的光柱冲击下 凹陷的防护瞬间告破 陆叶大喜 心神一动 立刻明白这是谁的手笔了 赫然正是海棠 此刻他站在秦宗原本所在的位置上 激发的正是秦宗之前掌控的攻击法阵 这本就是专门用来对付战舰的攻击法阵 如此近距离的激发 未能可想而知 至于秦宗 已经在之前的冲撞中跌飞了出去 不是他反应不够快 实在是变化太突然 也只有得了陆叶提醒的海棠稳住了身形 其他船员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脱离了原本的位置 眼见局势不对 海棠立刻接管了秦宗的位置 这才有了及时的应对 光芒散去时 第三艘敌舰的甲板上一片被肆虐过的情景 诸多法阵齐齐崩坏 整个战舰都变得破破烂烂 成功了 陆叶险些没笑出声 这可真是事实变幻 乾坤莫测 他也没想到 海棠最后关头竟能立下如此大功 心中满是感激 然而很快 陆叶的笑容就僵在脸上 因为从那破烂的敌舰中跌宕出一股属于月瑶静强者的气息 不但如此 还有一道道新秀静修饰的气息 更有那第二艘战舰幸存的船员们 从四面八方包围而至 这考验还没有结束 陆叶本以为只要打爆三艘敌舰 就算是通过了幽灵船的考验 可现在看来自己开心的太早了 打爆敌舰只是过程 要杀光敌舰上的敌人才是结果 感知之中 敌人的数量不少 月末30左右的样子 其他人陆叶都不怎么在乎 可关键是对方有一个月瑶静 这如何打得过 不过很快 陆叶就想起了仪式 单凭自己的实力 自然不是月瑶静的对手 但自己还有一道底牌啊 那风如墨之前封印在盘山刀中的秘书 怕不是就为了此刻 若真如此 那风如墨必然对幽灵船的事情极为了解 所以才会给他留下了这样的手段 连功夫让陆叶多思量 对方那月瑶静已精神念锁定了陆叶 一团比陆叶之前见过的黑影 更显庞大的黑影从敌剑之中飞跃而出 直朝他所在的位置扑来 陆叶闪身来到外间 凝视着那团黑影 迅速拔出了盘山刀 往内灌入灵力 他之前就查探过那道封印的具体情况 知道解开这封印并不困难 只要灌入足够多的灵力即可 至于微能如何 是过变之 微有震动自盘山刀内转出 封印已破 乍时间盘山刀内跌宕出 让人心计的气息 陆叶持刀之手都开始抖动 有些拿不稳长刀的样子 他连忙双手并用 神念如锁 落在那月瑶静黑影之上 长刀高举 一刀斜斩 当陆叶解开那道封印的时候 黑影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原本他是朝陆叶扑来的 此刻却在后退 陆叶长刀斩落下去的时候 一道金光子刀身之中飞跃而出 急速变大 转瞬间化作一只陆叶根本不认识的异兽 乍一眼看起来像是猛虎 却与陆叶刃之中的猛虎不太一样 因为人家额头上长着一只独角 浑身更是披挂着一片片细腻领甲 看起来栩栩如生 仿若活物 异兽张口 咆哮而出 即便是在星空中 那吼声也精准无误地传入耳中 陆叶的心神静微微一阵恍惚 神海之中 浪涛四起 若非有阵魂塔守护 只怕就连神魂都有些不稳 他只是被鱼拨拨截而已 烂月摇尽黑影手当其冲 表现得愈发不堪 本要后退的黑影静一下子僵在了原地 金色异兽扑杀而至 雪盆大口张开 一口便将黑影吞入腹中 不但如此 就连紧跟在这月摇尽黑影后方的好几个星宿镜黑影 也一起跟着倒了煤 齐齐成了金色异兽的葫芦之物 吞下这几个敌人之后 金色异兽才仰天咆哮一声 化作点点金光消散不见 如此雄微 直让人看得叹为观止 而这仅仅只是风如墨封印在盘山刀中的一道秘术 也不知他本人出手会是何等光景 为功夫去感慨 陆夜已经持刀掠出 同时神念传音四方 杀 闪身掠进敌群之中 大开杀戒 金色异兽的一声咆哮 让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了波及 但修为到了星宿镜这个程度 几乎个个都有守护神魂的手段 只是强弱不同而已 所以恢复的时间也不同 陆夜斩杀的 都是那种还没完全回神的敌人 杀起来简单 加持了神风明文的盘山刀斩下 几乎是一刀一个 他这边才动手 秦宗和肖剑明便赶来帮忙了 这两个是星宿后期 恢复起来比其他人也要快一些 再过片刻 无论敌我 都全部恢复过来 一场大战彻底爆发 从数量上来说 无疑是敌方占据了优势 但先有那金色异兽吞了几个敌人 后有陆夜趁其不被斩杀了几个 彼此数量的差距也不算大 几方同样有自己的优势 在陆夜一声令下后 几方船员们分裂两个战阵 分别由秦宗和肖剑明率领 仿佛两道无坚不摧的剑尸 不断地在敌阵之中穿插来回 反观敌方 在唯一的月瑶禁死后 已是一片散沙 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手段 这样的局势下 人数上的纤维优势难以发挥 一旦有敌人被几方的战阵盯上 必无幸理 第1309章宝库 陆夜孤军奋战 没有与其他人结阵 主要是他足够灵活 借助预期构建虚空灵文 神出鬼没 趁着敌人被几方战阵纠缠时 如幽灵一般肆意收割 加持了神风的盘山刀锋锐无匹 星宿之中 竟无人能挡他一刀之威 这一场大战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自金色异兽消失后不到一炷香时间 最后一个敌人便被斩杀当场 陆夜持刀 举目四顾 长呼一口气 战场的一侧 秦宗所律战阵之中 海棠目眩神迟地望着这一幕 做到了 居然真的做到了 被困幽灵船的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反省自身 推演着当初种种希望的可能 可无论他如何推演 都只能得出一个让他绝望的结果 那就是凭他的实力 一旦陷落这幽灵船中 便在无摆脱的希望 他一直也觉得 幽灵船的考验不可能有人能够完全 因为最大的难点就是灵力储备的问题 闯入此间的修饰 与幽灵船的船员是不一样的 灵力一直在消耗 不会随着轮回而回溯 偏偏幽灵船还有无论什么修为进入 都只能发挥星宿前期水准的规则 所以哪怕是个日照进进来 表现恐怕也不会比他更好 虽说每一次死亡都是重新开始 让人能够积累更多的应对经验 可如果灵力储备不够的话 积累再多的经验又如何 海棠不知陆业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将近20次轮回后 依然能保持充沛的灵力运转 甚至不见丝毫皮色 但这无疑就是人家的本事 有些羡慕 也有些释然 如此一来 陆业就不会跟自己一样 永远被困在船上 直到成为幽灵船的养分了 战场静谧 星空中若不催动神念 本就没有声音能够传出 陆业转头看向自己的船员们 按道理来说 经历这样一场辛苦的拼杀 好不容易获得胜利 总该有一些庆贺的举动 但船员们终究不是什么活人 所以此刻都默默地站在原地 当陆业目光望来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船员 除了海棠 其他人全都齐齐转过目光 望向长龙战舰所在的方向 动作整齐而僵硬 陆业心念一动 反应过来 幽灵船的考验通过了 如今该是去收获自己的战利品了 他已从长龙战舰内感受到了宝物的气息 这是之前没有的 当即收刀 闪身朝战舰落去 诸多船员不声不响 鬼魅般地跟在他身后 裙着宝物的气息 陆业很快来到最下面一层船舱的一扇大门前 可以确定的是 在此之前是没有这扇大门的 或者说 即便是有 在幽灵船神秘的规则下 他也没办法看到 大门厚重 不知是什么材质打造而成 陆业方才感受到的宝物的气息 竟就是这大门弥漫出来的气息 一扇大门都如此贵重 却不知封存在里面的 都是些什么好东西 陆业没有贸然推门 而是转过头 看向一直默默无声地 跟在自己身后的秦宗等人 偏了偏脑袋 毫不客气地吩咐 开门 自考验结束后 秦宗等人就目着脸 毫无表情 此刻听了陆业的吩咐 各个脸上都闪过一丝争鸣神色 好像要责人而逝的样子 陆业便知 这几个家伙一直希望自己通不过考验 结果没能顺心碎意 很是不甘 可爱于幽灵船的种种规则 他们即便不甘也无济于事 秦宗与萧建明左右走来 各推着大门的一边 重重发力之下 大门徐徐敞开 没有什么珠光宝气的映照 只有一团迷雾映入眼帘 那迷雾扭动着 紧接着一个音质的怪笑声传入陆叶尔中 真是厉害的小子 既已通过幽灵船的考验 那这船上的一切 你都可以选一件带走 仔细擦亮你的双眼 好好甄别吧 话声落下之后 那迷雾也消失不见了 宝库的真容 这才映入陆业的视野之内 陆业没急着去看宝库 而是神念疏忽 查探方才那一团迷雾的痕迹 但片刻后 并无收获 他也不清楚 那迷雾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听对方的语气 却像是这宝库的掌控者 稍作陈吟 陆叶迈步朝前行去 放眼望去 微微一正 因为这宝库的格局 跟占宫格的格局差不多的样子 都是一个各十台林立其中 每一个十台上都盛放着一件宝物 具体什么品质的 他不知道 粗略一瞧 盛放在这里的宝物数量最少也有上千件之多 哇 好多东西啊 一个声音传入陆叶耳中 转眼一看 陆叶失笑 海棠失解 海棠冲他眨了眨眼 跟你一起进来见见世面 他也只能进来 却是无法拿走这里的任何东西的 陆叶又看了看宝库之外 只见秦宗等人跟个木桩一样站在那里 表情阴致的盯着自己和海棠 好似看着闯入自家的强者一样 愤懑无比偏忧无可奈何 他们这些船员 好像没办法进来的样子 陆叶懒得探究 船音道 正好 海棠失解寄来 那就帮我长长眼 不瞒失解 小弟才出入星空 见识短浅 却不知哪个是个好东西 哪个不好 可以啊 海棠爽快答应下来 先是给陆叶提了一个建议 那些用来攻击的宝物 失地就不要看了 这些东西固然价值极大 可能真的是日照镜都看了会眼红 但对于你我这样的星宿来说 即便拿了 也难以发挥全部威能 没太大意义 这个提议很中肯 也很实在 什么样的修为就用什么样的宝物 这是每个修士都有的共识 并不是说修为低拿了厉害的宝物 就能横行四方了 无法催动宝物的威能 就如三岁小儿五大锤一样 即便拿了也没有作用 陆叶汉手 小弟也正是这么想的 有了这个前提 那需要斟酌的目标就一下子少了一半 两人当即分头行动 开始寻找起来 陆叶的目光略过 那些明显是用来攻击的宝物 只查探其他宝物 但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这每一个石台上都有莫名的禁制笼罩 所以他是没办法将封存在其中的宝物取出来查探 就只能凭借自己的眼力 他能有多高明的眼力 只觉看什么都贵重无比 一时难以抉择 便在这时 海棠的声音传来 陆师弟 这边来 陆叶闪身而去 只见海棠指着面前的石台道 这件宝衣如何 我观师弟似是没有宝衣护身 斗战之中多有凶险 这宝衣能摆在这里 品质必然不低 纵然师弟修为不足 无法发挥其全部威能 可其本身的材质 便足以让师弟在战斗中规避很多风险 陆叶汉守 这个不错 先留作备选 得了肯定 海棠很高兴 欲发兴致勃勃地帮他甄别起来 陆叶又返回自己的位置 私下查探 时不时地 海棠会招呼他一声 明显是找了他何用的宝物 陆叶自己这边也找到了几件好东西 虽无法分辨其具体的作用 但还是有些推测的 不可否认 幽灵船内的宝物确实很多很贵重 各种类型的都有 任何有这方面需求的修饰 不拘修为高低 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 不说那些日照进强者 对陆叶这样的新秀来说 能从这里带一件品质不错的宝物出去 哪怕自己用不上 也可拿出去兑换成想要的修行资源 一下就能少奋斗几十上百年 当然 风险也大 若不是陆叶有迅速补充灵力的手段 早就在一次次轮回中灵力枯竭了 所以在星空中 即便幽灵船大名远扬 许多见到他的人知道其中藏有机缘 也几乎没人敢擅闯此地 那风如漠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指点陆叶来这里寻觅机缘 估计在指点陆叶的时候 他也没在意过陆叶的生死 如他那样的强者 一个星宿前期的陌生后辈的生死 确实不值得在意 但不管怎样 陆叶终究还是依靠他封印在盘山刀中的手段 才赢得最后的胜利 不好怪人家 也无需心怀感激 就此两情 上千件宝物 查探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足足两个多时辰 陆叶与海棠一起 才从中争选出九件宝物出来 至于具体要选择那一样 陆叶都想要 这就有些难办 而到了这个时候 海棠也不会再给他提什么意见 就只能陆叶自己做主 虽然举棋不定 可终究是要做抉择的 陆叶最终来到一个十台前站定 并非之前看到的那件宝衣 而是一颗看起来不太起眼的珠子 但陆叶能感觉到 这珠子价值不凡 绝对比宝库中绝大多数宝物的价值都要大得多 因为即便有静止隔绝 也依然有隐约的气息流露出来 海棠见他有了决定 微微一笑 迈步朝外行去 陆叶抬手朝那师台上抓去 然而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静止的时候 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抬眼朝海棠的背影望去 心中略意思量 陆叶抬头 神念涌动 出来 第1310章我选他 神念催动的动静在宝库内回荡 这往外行去的海棠有所察觉 当即驻足 不解的望着陆叶 陆叶依然抬头看着上方 又喝一声 出来 赤野所及之地 一团迷雾凭空出现 正是之前宝库刚打开时的迷雾 一如方才 迷雾扭曲着 音质的声音从中传出 合适 前辈 陆叶先是行了一礼 这才再次开口 晚辈想跟前辈确认一件事 还要请前辈允许 迷雾中声音传出 显得有些不耐 讲 陆叶道 前辈之前说 晚辈既已通过幽灵船的考验 那这船上的一切 可随意选择一样带走 可是如此 泥雾道 正是如此 那么 你选择好了吗 陆叶汉手 选好了 既有选择 直接拿去便是 又何必来问我 不过机会只有一次 那么 你选的便是你面前的宝珠吗 陆叶低头看了看面前十台上的宝珠 徐徐摇头 在抬手 对着正疑或朝这边望来的海棠的目光 抬手一指 我选他 海棠满面恶然 海棠身后 诸多站在宝库之外的船员们微微一正之下 竟都表情扭曲 一阵阵鬼哭狼嚎之音从那边传出 好像对陆叶做出的选择极为不满 就连宝库中的迷雾 扭动变幻的也迅速了一些 没了方才的气定神险 反而显得有些愤怒 不可能 陆叶号整雨霞 前辈这是打算说话不算话吗 晚辈方才已经再次跟前辈确定过了 既然规则如此 那么晚辈敢问 海棠师姐是不是传上的一部分 迷雾之中传出一个不甘不愿的声音 是 既然是 那我就可以选他 除非前辈打算不认账 陆叶逼是着迷雾所在的方向 神色坚定 但是 没有但是 陆叶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迷雾的话 至于会不会引发什么恶劣的后果 在幽灵船上的种种遭遇让他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这地方虽然诡异凶险 可只要在规则内行事 那就没有问题 迷雾之前现身的时候 对他宣读了择取宝库宝物的规则 所以陆叶此刻的决定 并没有破坏或者跳出这个规则 他笃定迷雾大概率是无法拒绝自己的 当然 无论此事能不能成 他总得是一事 没察觉到也就罢了 可既然察觉到了 如果不是一事 陆叶良心难安 迷雾被陆叶打断 好像很难受的样子 一阵剧烈的扭动变换 好片刻 才再次开口 小字 你可知你面前的宝珠是何等宝物 不知道 陆叶很诚实地摇头 此珠换作大眼灵珠 可是能助你 我不听 我不听 陆叶抬手就捂住了耳朵 不断摇头 当然 无耳朵只是个样子 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他顺便封闭了自己的神识 迷雾气的剧烈震荡 这么多年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幽灵船上流落过不少修士 且不说那些没完成考验的 终究还有一些人通过考验的 但那些通过考验的修士 哪一个不是在这宝库中挑花了眼 可偏偏轮到面前这小子 自己要跟他讲讲大眼灵珠的诸多妙处 他居然还不听 好一会功夫 陆叶才再次开启神识 耳中立刻传来迷雾的声音 不说别的 这大眼灵珠若是拿出去卖 最少价值百万灵域 如此 你小子可知道他的巨大价值了 迷雾显然是在等着这一刻 没功夫跟陆叶说明大眼灵珠的妙用 便直接告诉他价值几何 当然 百万灵域仅仅只是价值衡量标准 在星空中 这种宝物一般都是有价无事的 陆叶却丝毫没有动心的意思 依然执着的望着迷雾 我就选他 你就说行不行吧 宝库之外 鬼哭狼嚎的动静欲发大了 秦宗等人各个神色扭曲 看那样子 若不是受到一定的约束 无法进入宝库 只怕要冲进来把他给撕碎了 他们这些船员 一直以来都是幽灵船的一部分 热衷于看到旁人跟他们落得一样的境地 却是不愿看到有人从幽灵船脱逃 迷雾不再震动 声音也变得平缓了许多 小子 你确定要做出这个选择 确定 陆叶重重点头 呵呵呵呵 迷雾抖动起来 好像很开心 真是有意思的小子 这么多年来 还从来没人如你这般 当真让人大开眼界 声音疑速 既如此 你就带他走吧 陆叶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却没想真的会成功 当即素人一礼 多谢前辈 方才诸多无礼 还请前辈见谅 转过身 迈开大步 朝站在那边手足无措的海棠行去 自迷雾再次出现 听到陆叶的要求之后 海棠就傻眼了 他从未想过 陆叶在最后关头居然会提出 那样的要求 他也从未想过 自己还有从幽灵船脱困的希望 自当日陷落此地 考验失败后 他便知自己这一生就到此为止了 他会在这里不断的衰弱下去 直至烟消云散 彻底化作幽灵船的养分 他甚至不会如秦宗等船员一样 成为幽灵船的一部分 当他消失的那一日 这世上就再没有他的踪迹 他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对陆叶的警示和情报分享 也只是出于一种能帮则帮的心态 并不奢求其他 既是必死之人 那任命便是 却不想 在这最后的关头 竟会有这样的峰回路转 当陆叶提出那个要求的时候 他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 带到陆叶与迷雾言语争锋 他更是感激的几乎要落泪 直到此刻 眼见陆叶朝自己行来 海棠再也忍耐不住 泪水自眼角边滑落 哽咽呼喊 陆失地 出去再说 走了 陆叶招呼他一声 一手按在盘山刀的刀柄上 身形沉鸣 蓄事待发 迷雾虽然同意他将海棠带出去 但宝库门口还有一些麻烦的 秦宗这些家伙一个个壮落鬼魅 恨不得将他给生吞活剥了一样 只是碍于规则无法踏足宝库 他眼下要出去 少不得还得做过一场 海棠显然也察觉到了不对 连忙跟在陆叶身后 收敛心神 淋漓暗催 然而让陆叶感到诧异的事 随着他的不断逼近 秦宗等人的状态也发生了改变 鬼哭狼嚎之音迅速消失不见 众多拦在宝库门口的船员们 脸上的争鸣化作了温和的笑容 一双双望着陆叶的目光中 透着浓浓的赞许和钦佩 再看向海棠 又化作羡慕 这些家伙 搞什么鬼 陆叶没有放松警惕 踏出宝库大门 在秦宗等人面前站定 长刀微微出窍半寸 秦宗没有开口说什么 只是走上前来 轻轻地拍了拍陆叶的肩膀 然后化作一团雾气 紧接着是萧建明 然后是许晴薇 一个又一个船员走上前来 似是在与陆叶做最后的道别 陆叶隐约明白了 这些船员确实不愿意 见到海棠脱离幽灵船 所以在自己提出 那个要求的时候 才会恶意满盈 同时 他们拦在宝库门口的表现 大概也是对自己的最后考验 自己坚定了带走海棠的选择 他们无力阻止 作为永远与幽灵船融为一体 早已成为此船一部分的他们 如今有的只是对陆叶的钦佩 对海棠的羡慕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放弃宝库中的重宝 带走一个无足轻重的船员的 他们内心深处 可能也在期待着这样的事情 期待着有朝一日 会有另一个人 将他们中的某一个带走 人性 永远是这么的复杂 浓雾弥漫 亦如陆叶陷落幽灵船时的场景一样 肉眼不可见 神念不可查 陆叶的耳畔边传来了 那迷雾独有的音质声音 小子 这么多年来 你是第一个做出这种选择的 你很不错 作为让本座看了一出好戏的酬劳 便赐你一桩好处吧 话落实 四周浓郁的雾气静齐朝陆叶体内涌入 陆叶微微一惊 连忙催动灵力护持己身 虽说迷雾说这是好处 但陆叶也不敢尽信 可诡异的是 任凭他如何催动灵力 竟也无法阻挡雾气的融入 连忙沉浸心神查探天赋树 发现天赋树没什么异常 这才放下心来 不片刻功夫 四周的迷雾便消失不见了 视野重回清明 陆叶左右打亮了一下 发现自己如今正身处在星空某处 视野之内 一艘破破烂烂的战舰正朝远方掠去 正是幽灵船 陆叶皱了皱眉 最终还是冲幽灵船的方向素然一礼 多谢前辈之前的提点 没有回应 也无需什么回应 清空中相逢 几率很小 幽灵船漂泊四方 陆叶估计自己这辈子 恐怕都很难再见到此船了 也不会再与此船打什么交道 勿送幽灵船消失 陆叶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离开幽灵船了 海棠呢 陆师弟 一道神念远远地传来 同时传来的还有海棠的声音 透着一股浓浓的虚弱之意 陆叶连忙朝那个方向掠去 不片刻便来到了海棠所在的地方 定眼一瞧 大吃一惊 海棠师姐 你怎么这个样子 对 对